今年2024年 合资车的轿车 A级 B级 C级甚至D级 这个轿车的份额 要大幅度的被国产车抢走 无论是国产燃油车 还是混动车 还是这个纯电 肯定会攻陷这几个领域 因为啥呢 原因就是国产车的产品力 远远超过合资车 也包括那些进口 你们喜欢那些日系德系 就在这几个级别好的车 根本就不好 没啥产品力 而是客户无知 就是用户 很多购买这个车的用户 很多年以来造成的无知的思想 并不是他车产品力有多强 听懂吗 究其根源就是宠阳媚外 还没了解到国产车有多好 只要国产车出现好车 产品力强 加上这个宣传 让大家知道之后 只要试驾对比之后 没有人还会买合资车 原因就是合资车产品力 非常非常落后 然后国产车这个产品力 非常强 只要你了解了 就会果断选择国产 为什么很多人 那个以前总选择合资 是因为他们已经经营了 好几十年了 加上那个时候 国产车不行 加上这个错误的认知 宠阳媚外 但是最近 最近这一两年 国产车崛起了 特别是今年 你看着吗 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彻底的把合资车干爬下 宠阳媚外 膝盖怎么那么软 都站起来